大家好,我是小玉,我现在在圣保罗的25街 据说除了这个圣保罗大教堂,第二危险的就是圣保罗的这个25街了 这边像这个中国的异国为啥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全是中国的小商品 但是很危险 我现在拿摄像机真的很危险,我要钻进去 因为这边据说是靠近贫民窟 而且这个流浪汉特别多 我刚刚下车就看到很多 现在市场里面稍微好一点 我现在躲在一个角落里面看手机这个地图 因为那个巴西这边抢劫的特别特别多 巴西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移民国家 之前在很早时期就有很多欧洲人移民到这边 这边现在有将近30多万的华人 而且这个25街据说是差不多叫可以称作圣保罗的唐人街啊 因为很多中国人在这边做生意 我们去那个里面看看这边很大的一个区域 反正目前我看到的都是中国货 这边东西卖的很便宜 刚刚有人给我打扇 很危险 因为这边的流浪汉特别多 都是好多这种碎大街的 看到一个华人面孔 我前面有个大哥就是中国人刚刚跟他用中文问了路啊 确定是这边做生意的华人 他说那个大市场就在前面一直走 这边的人的感觉都不是很好惹的样子 我有点发毛 据说在圣保罗 很多人可以当上警察的面去抢劫 所以这警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摆设 我第一天来圣保罗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躺在大街上面睡觉 我现在看到他们一点都不惊讶 到处都说 然后晚上出门的时候很可怕 不知道躺在地上是人还是尸体 动不动的 老远看以为是垃圾袋呢 近看的话是人躺在这里 就有好几个人躺在这里 圣保罗非常的常见 这里有非常多的中国产品 还有很多华侨在这边做生意 据说很多华人在这边赚到了大钱 后面也有很多华人的子女 相继来到这边做生意 中国人开的店 有卖耳机的 老板这个耳机咋卖的 好像挺便宜的 应该是国产的吧 老板的葡萄牙语挺好的 好惊讶 就是什么东西都很全 刚刚老板那家他只卖 只批发不零售 而且他们说这边不太愿意上京 然后赶紧走 在圣保罗有这么大的中国货市场 很多 看这个 一打杯子差不多六七块钱吧人民币 他们这种应该是零售的 这价格真的好够 一包纸 这么薄薄的纸 要五六块钱 看一下 刚刚那个耳机也是中国的 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商场 看到很多中国人面孔 特别多 几乎家家都有 那个小商场差不多 都是一个一个小盘位的 然后很多中国人在这边做生意 像回到了中国一样 每次吃过都感觉中国好强大 全球边际都是中国货 中国这个制造太强大了 看上前面这个白色的镇子 就是圣保罗 25街最大的一个菜市场 所以如果你需要找华人的话 来这边就对了 但是这边相当相当的危险 这个帅哥还在有钱的喝咖啡 进这个市场看看 今天很多卖水果 但是说 价格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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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一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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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钱给我借了 这会不会给我钱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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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洗呀 八十小妹 还不错 但是说这边价格挺很游客的 我也不会讲乎语 所以我在街上看到贵 还有花果 没有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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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卖的挺贵的 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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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几个 看下多少钱 看下多少钱 哈哈 喂 这个卖水果的 还有铺子鸡呢 刷卡 刷卡 好 你给我转八点 撑一下 开始 测试 两个无花果 这么贵 这么贵 两个无花果 13块钱人民币 还是好贵 谁叫我拍了人家呢 还给我整个袋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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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借着衣服 这边水果很多 但是 但是 不便宜 菜市场里面的餐厅价格 哇 跟那个市区里餐厅的大哥差不多 好贵 这什么东西都要六七十块钱 天呐 果然是给游客 这个摆的都好好看 好像圣诞树 还有 看这边的 哇 芒果这么大 So big 哈哈 摆的真好看 太贵了 我感觉 给我价格 最起码是双倍价格 这是优果 谢谢 这是优果 我还没有吃过新鲜的优果 哈哈 像那个水分很多的桃子 再买两个去 看一样 他们吃起来 我觉得很好看 100克是12.9米拉尔 好贵而已 100克 我买一个吧 好吗 什么 哈哈 完全 看一下一个妖果多少钱 这大妖果26人民币 我看他们买的这个大河 这个是富豪啊 你看大河 在圣保罗吃不起水果 这菠萝挺好看的 不过这个妖果是真的很好吃的 那个水分特别的多 他这边的草莓很好吃 而且很大颗 哎 这个 他们那个卖东西的都这样挂起来了 一大块鱼肉 一大块要700多人民币 好吗 还有这些 这好多好吃的呀 这边有卖 这个 这盘子 他这边都是以那个 像汉堡一样三分次一样 里面加那个火腿 还有香肠还有肉 在长江巴西圣保罗菜市场里面 卖的31块钱的肉夹活 里面有姿势 尝一尝 好烫啊 哇好烫 但是 真的好好吃啊 这个 这个火腿像那个天成的一样 他那个 我看很多本地餐店有这种 就点了一个 嗯 嗯 三十一块钱的 巴西豆芽 两个五花果和一个腰果 总共这些吃的花了将近一百人民币 天哪 这是菜市场 要费吗 而且周边住的都是 罗宾宾窟的穷人 吃饱饭 遇到一个大叔 英语很好 各位聊天 嘿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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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玉 玉 玉 像中国的那个 豆皮啊 这里面餐品也很多 很大的一个市场 二楼还有 哎 巴西的啤酒非常有名啊 这啤酒13块钱 看起来很好喝的样子 香肠看起来也很诱人嘛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卖鱼是这样 一大块一大块的 但是我跟大家讲 他们的腌制品都很咸 巴西的炒货 不过我跟大家讲 巴西是咖啡生产大国 他们的咖啡豆真的很好 这家店铺的音乐就很巴西啊 第一次看到这个香肠是这样切变卖的 很喜欢吃芝士啊 希望这个菜市场就可以融合到 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 看他们喜欢吃什么 他们平时的就常说 这个是腌制的 上面有很多盐 巴西城镇里面有葡萄牙殖民果 所以他们的很多饮食 饮食文化结合了西方 好大块鱼 差不多就这样吧 我们今天来了二十五街 其实二十五街是 很多华人一来到二十五街 打拼天下 打拼这个生意啊 所以这边的现在华人特别的多 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很多中国人 亚洲面孔千万不要点 多拉再见 多拉再见 切了就让我买了 你不快哦 不快哦 不快哦 切了就让我买了 我是不敢吃了 这个鱼真的好大啊 第一次在国外看到他们也吃 松头肉啊 还有这个猪的内障 国外观菜市场真的很有意思啊 你会发现很多 从来没见过的 但是又很本地化的东西 这虾这么大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虾 手指头一样潮 海鲜特别多 看这个香肠没有 在上面打出来呢 三文鱼这么大块是130 很大很大的餐厅 从上面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市场 很多人 看了这个市场 看它顶部 还是走啊 那种不足 不足了 还是赶紧散而吧 一个是交费太高了 二个是这边太危险了 所以来的话一定要管好你的 管好你的随身物品